3月3日消息 小米手环系列作为热销的评价穿戴产品 目前已经推出了7代 产品形态也已趋于成熟 根据最新消息 小米手环8即将到来 还有一些细节改进 据外媒GoAndroid发现 小米在韩国闹奥认证了SmartBand 8小米手环8 并附上了照片揭示了产品的关键细节 小米手环8依然采用药丸型设计 但表带首次改为了两侧可拆卸式 而非之前的镶嵌式表带 这一设计在小米手环7PO中已经出现 看来小米手环8将这一设计下放到了普通版中 小米手环7背面根据认证信息 小米手环8搭载蓝牙5.1 内置直流3.87V聚合物理离子电池 型号为M239B1 从图中可以看到 小米手环8的背面也有一些设计改变 有一个小按钮 可能是用来拆卸表带的 小米手环8的其他具体配置信息暂未曝光 将跟进后续消息 3月3日消息 小米手环系列作为热销的评价穿戴产品 目前已经推出了期待 产品形态也已趋于成熟 根据最新消息 小米手环8即将到来 还有一些细节改进 据外媒Go and Read发现 小米在韩国闹傲认证了SmartBand 8 小米手环8 并附上了照片 揭示了产品的关键细节 小米手环8依然采用药丸型设计 但表带首次改为了两侧可拆卸式 而非之前的镶嵌式表带 这一设计在小米手环7PO中已经出现 看来小米手环8将这一设计下放到了普通版中 小米手环7背面根据认证信息 小米手环8搭载蓝牙5.1 内置直流3.87伏聚合物理离子电池 型号为M23911 从图中可以看到 小米手环8的背面也有一些设计改变 有一个小按钮 可能是用来拆卸表带的 小米手环8的其他具体配置信息暂未曝光 将跟进后续消息